来看一则国际新闻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刚刚下午四点结束投票 如今算票过程正在进行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北市长一职 共有七名候选人 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廉政的儿子廉胜文 对上六名五党阶级的候选人 其中包括民进党推崇的柯文哲 而根据台湾各家媒体统计 截至傍晚大约七点 柯文哲的票数大约是七十万张 反观连顺文只有52万张 其他的重点城市如台中台南基隆 已经落入了民进党手中 只有新北市有可能被国民党保住 最后可能会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局面 也就是说其他县市地区由民进党囊括 只有中央的马英九总统是属于国民党的 所谓的九合一选举就是选出市长 议员及县市议员 原住民区区长 县市长 乡镇市长 乡镇市民代表 还有村里长 这个号称是台湾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 将会选出一万一千三十名的地方公职人员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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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